泰國人到中國去嘛 所以你講的法律事實上在這案子裡面 它不是個法律問題啊 你一直說它是法律問題 事實上根本就不是個法律問題啊 今天如果我們去大陸 把這些人帶回來的話 就是大陸放棄了它的管轄權 所以呢大陸在這個案件上面 他們去跟肯亞談 他們不要去審理這個泰國人部分 是大陸放棄它的管轄權和審判權 這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當然了解一點關係都沒有嘛 我現在意思就是說 你剛剛一直在講說 因為你的媒體的訪問你的內容啊 你會讓我們的政府啊 在面對中國在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會產生內部分歧的意見 而你自己以為沒有問題啊 事實上已經產生了問題了啊 市長的裡面審理人 對我們來講我們都認為說 我們要阻礙我們的管轄權 所以這些人都要回到台灣來 外交部的意思也是如此 入委會的意思也是只是無恥 當然你講你法律原則啊 所以我就告訴你說 法律原則很多條 你別的不講你為什麼要講這一條 這是記者問的啊 不能陷害我吧 所以你把所有的問題都推到記者身上嘛 可是很抱歉齁 我們今天所有的媒體報導裡面啊 幾乎每個報紙都引述你的說法 都引述你的說法 那我想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等一下我想副市長 你可能要去重新開一個記者會 去說明你的原則是什麼了啦 因為按照你的原則說下去的話 另外那五名台灣在肯亞的目前被拘留的這五個人 也可以按照這個原則被送到中國 另外在埃及的那一些台灣的人民也可以按照這個原則被送到中國 那我為什麼要跟他問你這個有沒有案例的原因是 除了台灣跟中國的案例之外 中國對其他國家並沒有提出類似相關的要求啊 所以它是個政治問題 它不是個法律問題啊 如果今天中國是按照鼠弟這個要求去做的話 他當然也應該要一併為了案情的 整個案件的辦 偵辦 他應該會要求說 連那一位泰國籍的人士 他也一併引渡到中國 他審判完畢之後再還給泰國政府才對 這才是符合一致性的原則啊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案子裡面我們明顯的可以看到 中國政府啊拿了我們台灣官員的內容講的內容 去作為佐證他的一個理由啊 這也是為什麼陸委會 我們在跟對岸在通熱線的時候 民企記者就在寫啦 他們也認為說反正我們台灣政府也這樣認為啦 這是一個 然後最後剛才我剛剛提到的 麻煩我們的法務部趕快去了解一下 我們的部長到底是不是先知 為什麼他說他已經之前就知悉這個案子 可是我看到我們對於 我們法務部的報告裡面想說 這是透過我們外交部的聯繫才知道這個狀況的嘛 那這個是兩個差非常多的一件事情啊 那我想說這個要趕快去了解清楚一下 因為我認為部長如果要知道這個事情的話 也應該是透過我們的國際級兩岸法律師 或者是其他的單位獲悉 怎麼可能部長會知道 那在座的兩位 我們的副次長以及副次長都不知道這個事情了 所以我想說這個麻煩這兩件事情 查清楚 第一個 到底羅部長知道這件事情還是不知道 第二個 我想副次長等一下麻煩你再重新開個記者會 就法務部的立場來做一個嚴正的表示啊 否則的話永遠沒完沒了啊 以上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好